好萊塢巨星 冯迪索一电影《完命关头》系列红片全球 因汉形象被受影迷喜爱 然而近日 他却遭到前私人助理乔纳森指控 在2010年拍摄《完命关头5》期间 在饭店内将他压制对他进行抚摸 即便当时的乔纳森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 更尖叫着躲到浴室内 冯迪索却追上来 将他按在墙上进行自读 更让乔纳森傻眼的事事发几个小时后 他就接到了被解雇的通知 仅仅工作了9天 据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生 则是因为当时制作公司的所有员工 都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不能透露任何有关冯迪索的资讯 且冯迪索太有名太有诠释 因此他根本不敢说出自己的经历 由于冯迪索一直以爱家形象闻名 在电影中的角色设定也是如此 因此这样的指控马上掀起热议 不过冯迪索随后透过律师发声 强调手上未有明确证据 可以反驳这些荒唐的指控 否认了乔纳森的所有说法